而政治焦点好带你来关心连线的 再来看看这个国民党的热门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连胜文他刚刚从华府返台了 而这选交话题聚焦 他是否要参选北市长也到了最后的思考阶段 究竟会如何表态 我们聊天的线交给记者黄元元 好 前往美国参加这个祈祷早餐会的连胜文 在今天下午3点15分的时候呢 已经抵达台湾返回来了 那么在机场的时候呢 他被媒体问到说 今天早上台北市长郝龙斌呢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 有表示说 如果年底2014的七合一大选呢 国民党败选的话呢 马主席就应该要为此而负起全责下台 那么对此呢 连胜文也有所表示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想是这样子 这个我是认为一个人在这个 追求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 一定都会遇到很多挫折 不过在没有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之前 我想我们绝对不会放弃 自己的目标 那我认为 如果要失败就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放弃你的梦想 你放弃你的目标 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目标 那至于别人怎么想 我没有办法评论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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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我之前回答五次了 所以您可以吊带出来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我们可以听到 连胜文并没有对这个蓝音的选情多做回应 那么对于好市长的说法呢 他也没有多做评论 不过好市长在今天早上有说 如果连胜文真的为了选举而搬出地保的话呢 就是绞情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 连胜文是表示说 别人怎么评论他不在意哦 他们只要尽到自己的力量奋斗 不会放弃就好 那么稍早之前呢 还有媒体问他说 会不会和父亲连战一起聚见习近平哦 这个问题呢 他说目前是没有规划的 而媒体再度追问说 是不是这一次回来 到底什么时候要宣布参选哦 连胜文是说 我已经回答过五次了 大家不要再问了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将时间遭还棚内 好 谢谢袁袁 这也是我们看到连胜文的最新回应